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郭文贵24号报平安的直播视频 从昨天到现在 因为昨天一天我都开了两三个会 然后晚上我还有几个视频 非常非常的忙 但是很高兴很开心 昨天晚上的会开的特别好 但是从今天凌晨的三点起 哎呀我就开始进入了紧张状态 首先我在此请允许文贵 衷心的希望所有的推友们 今天我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冷静不要冲动 因为从昨天到现在 发生了好多个从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很多推友被抓的这种事件 纷纷的我这都得到了消息 特别是在某省 这个有的人呢就印刷了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然后呢还有的在这个某省呢印的也就是你们健身了嘛 还有呢这个印刷的这个黄烟的小手 这个黄烟的小手 谁在这边成了灾难了一会 这黄烟的小手成了注射商标了 这个这个是挺搞笑的啊 特别是这个在在南部的某省呢这个 确实有推友发财了 这个据说是全厂启动 所有东西全买完啊 这个供不应求 那么因为这个呢好多人被抓了 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高兴的事情 我不能说具体地点 我得保护 有的警察抓了以后啊 这个故意的让一些这个货品啊商品啊 就是这个没有去收说回头来回头来来查封 但是呢这个推友都很聪明 把这东西迅速都转移了 这说明我坚持是对的 绝大多数的啊 咱们九千万党员 咱说八千八百党 九千万党员绝大多数 绝大都是好的 那么这个警察队伍当中 绝大多数也是好的 而且在毛省呢 这个有警察把这个一家人家 这个三口啊 这个女 特别都是女同志 抓了以后呢 很明确地说 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印这个东西 人家很聪明 人家说了这个我就听说好卖 我成本十六块钱 我印了卖八十 然后这样子也炒卖到一百二了 甚至一百五 我就想赚钱 警察说很好 写在笔录上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为啥 你说的我都信 你就写上吧 然后赶快回去 就是这人民警察 很多还是为人民的 我这听得很高兴 所以说请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学会保护自己 学会保护自己 但是由于六四即将到来 也有坏警察 这个我弄下来以后 因为原来啊 他们就有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这个 一见人士 你们回去了 六四以后再回去 叫家人送行李去 这些天 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 千万不要给坏人可乘之敌 这些盗国贼们 打到所谓的 所谓的查这个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你们健身了 然后设计骗局 设计法局 把退友给关下来 达到了所谓的这个六四季节维稳 还有这个达到了上级交代的关押指标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现在呼吁退友 千万千万要冷静 这几天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那么另外这个 我不能说的就很多退友 要这样那样的行动 我在这强烈的呼吁 希望大家千万千万 一定要依法 依法办事 我们要求依法治国 我们自己不去守法 那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管现在这个法律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一定要守这个法 千万别给自己 给家人惹麻烦 这是为什么我强烈呼吁 马上把杨贤立先生 为我在白宫请教的东西撤掉 因为很多人因此被叫被抓被传还 这个昨天我说到了 又是几百个人 都因为这个被传还 这个很奇怪 很奇怪 另外一个我说过 原来北大方正科技 搞的就是这个 这个原代码的控制 原代码的控制 这个 只要你使用中文字体 这很不安全 这很不安全 希望崔友在这个 关键时的 不要因小 失大 不要因为这个 给家里带来担心 拜托了崔友 文贵拜托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现在要说一下 退伍老兵 所有的同志们 所有的老前辈们 文贵再次拜托了 这个最近我收到了 这么多这么多的信息 我万分敬仰 我一定采取 这个符合法律 还有在美国符合美国法律的方式 我一定全力为你们争取 而且我把你们提供给我的这些信息 我经过何时候 我一定要在我的全球发布会上 我要占据大篇幅的江苏 特别是你们受到了遭遇 当年对你们的承诺没有兑现 特别家人被殴打 被威胁 孩子上学 被威胁 孩子上班 被威胁 这种事情 我一定听你们说出来 这在哪国它也不合理 在哪国它也不合情 更重要的事情 我不相信它符合中国中央的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要求 这都是地方政府 还有一些这个盗国贼呢 盗去了国家的财富 然后呢 在中间中保私囊 欺诈了这些退步老兵们 向大家成为了这个 有病看不起 孩子上学上不起 老人死了葬不起 这个更夸张的事情 现在起码的饭 水 都吃不好 吃不健康 这个一定要叫中央知道 我相信习主席 知道全部这真实的事情以后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一定会给大家公平的 但据我所了解 最近很多部门也有跟我联系的 说这个让我要掌握正确信息 不要这个随便的讲出来 要符合事实 确实我看到有些信息和资金是真实的 波幅是很多的 被很多所谓的这些贪国贼们 大大小小的盗国贼们 叫他们把钱给贪污了 中保私囊了 那么希望这些 所有的退步老兵的朋友们 你们从两个发过来 这个要搞的这些活动啊 文贵在此强烈的呼吁 强烈的呼吁 强烈的呼吁 什么事都说三遍啊 什么事都说三遍啊 我昨天我看到网友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他怎么对付人家地库服务呐呢 怎么在这些地方撒谎的 怎么在这些地方把他自己当成文人呢 然后呢 据一个演艺界的明星跟我说 说这个潘先生 最爱给他讲爱情的故事 讲起来没完没了 包起电话帚几个小时 人家把电话放一边啊 潘处长潘石屹先生 这个你已经跟财新胡舒立女士 已经合作在一起了 合作在一起了 这个李友同志 这个也很了不起 非常有实际经验 我建议你们既然都合作在一起了 为了你们的老板们 盗国贼们 你都站出来了 舍身而出 因为你不敢回国 你在外面呆着 说这件事你干完以后 你就可以回国了 你被查封的资产也可以解封了 你不能进行的项目 也可以进行了 你放心 许诺给你的老板 不会过十九大 绝对不会过十九大 他要能过到十九大 我郭文贵从这十八楼跳下去 你看到 潘处长 潘石屹处长 黄燕处长 还有李友同志 不管你吃多少海口馆 包括胡舒立女士 不管你骗多少人 你多少招摇 你把你钱藏在哪儿 不管你有多么的傲慢和嚣张 你是吃了西方吃东方 人家吃原告是被说 你是吃了西方吃东方 吃了国际吃本地 还有是骗了男骗了女 骗了你老公 你还骗了你家人 你放心 你这些丑恶的嘴脸 一定会被揭发出来了 咱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再反过来刚才说 就这些老兵们要做的这些行动 包括要为文贵做的这些行动 要去潘石屹那里去抗议 去财新抗议 包括你们要组织在某特定时间 上街游行 准备无论如何都不回来 这事绝对不能干 如果你们相信文贵的话 我希望所有的老前辈们 你们绝对不能干 你们受过国家的 这个军队的严格的培训 你们现在受到的不公 绝对不能靠违法的行为 或者说被人家抓住把你的行为 这是不理智的 一定将你们的所有的家人的遭遇 实际情况一定要反映上去 同时你们能给我的 我一定通过我的这个手段 未来会有一段时间 专门反映老兵的 范雅的 易珠宝的 老兵的 雷洋的 匿书兵的 这些敏感事件 我一定在我掌握和了解 被证实后的证据和事实以后 我向大家庄严承诺 只要你们尊重 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 和这个现在的 基本的治安和法律 文贵一定全力以赴 不惜代价 不管花多少钱 文贵都会为你们 这个去争取 我愿意为你们在任何发声 我也愿意 我甚至拿钱到CNN给你们打广告去 我都愿意 但咱绝对不能在社会上制造治安事件 那就是灭顶之灾 这个全国各地各省各地的书记们 都收到了中央发文 任何一个老兵 如果再去上海就地免职 这是中央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政策 当然了 有些书记上蒙下骗 那是一定要中央知道的 但这种严厉的政策 既是双印件 也是最大的不稳定 那就是 有政治家就劝说老兵 你们一定去上访 为什么 这就是想当书记的那个人 让你们去上访 结果书记被换掉了 千万不要被这些流氓政客所利用 而且你一个人上访 解决不了问题 而让你一辈子 你永远活在不稳定当中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说 昨天这么多的这个 推股老兵同志们 给我发来的信息 而且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你们也没有钱 又换新手机 又弄新卡的 通过其他外面人发过来 我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的紧张 这是为什么我刚才看到了 我这简直不行了 我是赶快理理发 理发赶快充个凉 我穿上衣服就跑来这 我实在是把我忙晕了 但是我一定要给推友们呼吁 千万千万 推我老兵同志们 给文贵点面子 一定记住 咱们这事能解决 但一定要冷静 然后第三个呢 我想说的事情 就是台湾和香港 特别是香港 这几天的朋友现在炸了锅了 这个我马上就会公告出来 一会儿那英零要公告出去 那个在香港就是五百万港币 争取这个所有的贪官 距离部队 建制派议员 受贿 官商勾结 这些收巨额礼物 违法犯罪到公罐调击的视频 资料等 我会很快挂出来 很快挂出来 那么咱们 香港现在最重要的基石就是法律 还有就是说三权定义 就是有行政立法院 立法会的制度 我们要维护这个 要在立法会那争取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一定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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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人那么害怕 前所未有的 来反对这个事情 他害怕什么呢 他干了坏事 这就像当时这些盗国贼呢 用外交部给我发红通 引起了世界的震动 全世界都关注这个事情 他们用了盗国贼用了他们的公权力 这个把VOA给断锅 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仇恶 这事情刚刚发酵 还没开始 那么现在 建筑海议员拼了命的阻挡你们 这个成为议案 那这就说明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害怕 香港的朋友们 他们的恐惧 那就是咱们正义人的武器 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正义 就是我们的证据 知道了他们的证据 他们害怕 为什么害怕 人民赋予了立法院的权力 就是把社会的敏感世界 人民的呼声 通过立法会的精英们 人民的代表们 找出真相 这是起码的常识 大家都懂的 但是他们不让发声 为什么不让发声 他们现在要成为盗国贼们 捂住你们的眼睛 捂住你们的耳朵 捂住你们的嘴巴 如果这次被捂住了 你们永远没有再发生的声音 发生的机会 一定要继续争取 一定要继续争取 香港这个是可以说 华人圈里边最重要的法治 最重要的基石 香港现在还没有民主 有部分自由 但是这个一定要争取 但是大家切记切记 在香港一定要有耐心 团结绝大多数人的时候 我们要依法办事 依法办事 这几天我也收到了这样 那样的这个给我提供资料 我一再的回复啊 我希望所有人能看到这个事情知道 在香港如果提供了虚假的 虚假的任何的所谓证据 那是犯大罪的 在香港受费一万 和受费一百万 没本质性的差距 但是我们一旦要有一样是假的 那就是万劫不服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 文贵不是说你提供的证据 我不往为量 我的证据 我也不是说现在不往为量 第一 我获得证据的渠道 必须符合法律 还是符合美国法律 比如说有些隐私 有些视频 我经过公证验证后 才能提交出来 比如说有些银行的文件 像我们现在从UBS 获得的一些文件 有人发给我 我们去查了 有部分绝对是真的 核实了 现在我们希望第三方给做出公证 但有些就是假的 它就不是真的 那这个事情出现问题是很大的 建制派的人就希望我们犯这种错误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香港的长毛啊 促进身啊 这样的议员们 你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要在香港的这个 现在即将走向灾难的时刻 一定要有耐心 坚持同时 要有事实说话 维护好自己的形象 否则的话 就成了笑话了 成了咱们成了小丑 这是不好的 而且香港的学生 真是我们的香港的未来 香港这么多学生 给我文贵联系 我现在直播当中 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 现在多少人看 七千八百 现在七千八百 在线人看的是吗 对 我现在我知道就是 每天七千到八千 到时候后来都一万四到一万六 每天在线看得出 然后呢 即时观看都在五万到六万 那么每天我的直播视频完都在十二万 然后呢迅速到达二十二万 大家也都看到这个了 那么每天转发的数量在两千多万 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YouTube上 都有了这个 什么年龄的人看的 哪里来看的 用的什么样的这个手机 我这几天我简单看了一下 三十一是用的手机 很让我紧张 百分之四十是电视 并不是全部手机 更让我惊讶的是 最近过去两周来 百分之三十五到三十七之间 全部来自于香港和港澳台 全是港澳台 那么就是香港另外一个 年轻人看 香港平均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 最年轻的 而我们大陆看的所有的年龄是三十五到四十五之间 就这个YouTube的这个 那么Twitter上呢正好恰恰相反 YouTube在香港看大概在二十到五十之间 这个Twitter上 那么同时在这个大陆看的是二十到四十五之间 所以这个影响力呢 和这个影响的阶层 这是让我很惊讶的 因为我们团队的调查当中 就是香港的年轻人和大学生高等教育人士 还有特别是香港的这个女士们 观察阶层是极多的 就这种潜移默化 这种影响 这种影响 我们要珍惜 就是让大家能看到真相 不是八卦 这事关香港七百万人民福祉的事情 和真相的事情 和公义的事情 不是八卦 它是事实 它跟每个人的安危 息息相关 它跟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 跟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 我们要有耐心 我们要有 我们一定要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用事实 用事实 用证据 以合法的证据去行动 所以香港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给我发的很多信息 我这有时候抱歉了 可能是回不去 或来不及回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 我一直这两周都要开很重要的会 希望大家理解 稍后我会逐渐的看 然后我会让我们的律师团队 诸一核实 我会 然后在一定的时间 咱们再行动 我会公开我的行动和计划 然后呢 我会再呼吁 给我一点时间 这是香港 那另外呢 大概过去两周吧 这个 很多人都在给我发这样 那样 太多问题了 几千个问题 但是最近问的问题比较多的 我让团队给我进行了筛写 我每天我尽量回答一个问题 那么特别是这个 最近这些天呢 关于我的好朋友 车峰先生的这个问题特别多 这个车峰先生呢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这个原人民银行行长 戴向龙先生的女婿 这个戴向龙先生呢 就一儿一女 他的女儿我从来没见过 但我听车峰先生说 是个绝对贤惠 极为低调 非常这个简朴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跟车峰先生的爱情也非常之浪漫 他们共同有一个儿子 这个车峰先生呢 在过去 我们俩2008年认识吧 2008年认识到现在 车峰先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主动帮助了我6个亿人民币 24小时 当我知道钱 直接把钱就汇给我了 而且呢 连欠条都没有 后来当然我把钱都还了 这个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交易 后来他的股票这个 这个上市当中 给我做个担保 就是818 那个数码 数码 数码 港吧 是数码什么的公司 给我做个担保 我从来没买过他的股票 我也从来不会 投机股票 只会长线投资 我们基金投资 这都是长线的 那么当时这个 作为了一个担保 大家在网上传的 包括这个胡舒立女士 到处乱说 都是假的 我根本没有买车峰先生 数码港的 叫数码什么的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 到时候后来到了担保期 因为当时是我买这个 我是买什么 我忘了 做了个担保融资 后来到期了 就把人家股票还回去了 所以那里不存在所谓利润 那都是完全是胡说八道 这都是在香港都可查的 所以那些造谣的人 就像造谣我杀日本人一样 简直瞪子眼说瞎话 这是胡舒立等 博训韦石等 还有现在又加上了潘石屹先生的潘处长 和黄燕的小手 黄燕黄处长 这些人的一贯嘴面 背后就是一个老板 一个招 就是造谣 完全不符合事实 瞪眼胡说八道 当然不是事实了 因为这件事情呢 车峰先生 被专案主在香港多次问话 而且车峰先生 多次在香港被警察问话 很危险 后来车峰先生 是跟大陆的一个超级富豪 超级富豪 有一个合同 涉及到六百亿 这六百亿合同签完 那这个车峰先生的数码 数码港 这个公司呢 就会涨到几千亿 在这种情况下 跟他岳父 半点关系没有 他岳父被叫到中南海 跟一个老领导谈话 问侯问暗 结果这个 戴先生就很高兴 给车峰就打电话说 我被首长接见 对你岳母 他岳母位就定了好几年了 问侯问暗 还关心车峰先生 车峰先生一说这个 他说 这个可以回国内了 没问题了 决定签这个合同 签这个 结果回了北京 还给我打电话说 他没事 挺好 我说我建议抓紧离开 据我所知 据我所了解 这事不正常 最后 翟峰先生第二天 去了也是一百多个防暴特警冲着枪 在国贸饭店 当场把他带走 当中只放走了一个人 一个人是中央常委的家人 所有人 连去吃饭的四季都给带走了 四季的家人都带走了 几百号人 最后牵扯到的大概是五千多人 这个动静之大 那也是 那比拍店有精彩 这是千倍万倍 然后车峰先生被关在湖南 被关在湖南 我的其中两个员工 曾经在头三个月的时候 跟车峰先生 关在一个四个院 车峰先生被打得每天不容忠一下 但车峰先生 据我所知 是绝对不屈服的 这真是个大男人 我太佩服这位老兄了 行侠仗义 如果称为大侠 在我身份上 我是对车峰先生 当属第一 对哥们仗义 对朋友从不违信 绝对是侠客机的 那么到里面被打的时候 那绝对是从来不欺负 快把他打惨了 打了他就骂 就是傅政华的 行医总的 这个 这帮人 这个非常夸张 打他打他 但是后来实在不行了 让他这个 驱打成招的原因 是拿他老婆三女 儿子 来威胁他 最后车峰先生没办法 所以说 他现在关在湖南 我觉得他是纯粹的政治险害 纯粹的政治险害 那么关于车峰先生的事情 他还没有回来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 未来我再回答大家 我再回复大家 车峰先生 被专案组到香港去 抄家 抄办公室 拿走电脑 查封银行账号 查账 这是全香港警察都知道的 香港的立法会 应该问清楚 是谁来查的车峰的家 是谁查走了车峰办公室的电脑 是谁查封了车峰的账号 是谁威胁了车峰的家人 是谁将车峰的员工给驱散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这些人活着 有一天都会站着说话 香港的这些官员们 不要像那些盗国贼们一样 你以为蒙住别人的眼睛 你也把自己眼睛蒙住 你以为这是盐道零 就解决一切问题吗 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过去这五年来 公开数字26万官员被查 960万人涉案 最起码得有几十万人 跟香港资产有关系 账号有关系 被调查有关系 你们都能瞒得住 骗得住吗 只要有一个被坐实了 就证明 到这个大陆黑警察 到香港以黑治港 以黑查港 以黑空港 完全违背了香港解决法 香港人民 你去想一想 香港未来 你们所有人想一想 你们就不会被抓吗 轮不到你们身上吗 一定会的 香港很多人被抓了 只是不敢说话 不是一个铜锣湾 不是一个 有N个铜锣湾 香港一定要维护 为什么 连毛泽东时代 张国焘跑到香港去 毛泽东都不追杀 毛泽东就这样 为什么 他深深地知道 香港对于国内的政治家 和国内的精英们 和国际的联系 多么的重要 六四这么大的事件 邓小平先生 也没派人到香港去追杀 没到香港去办案 今天 香港辩误了秘密警察 拿着一个 这个叫做开保险会的这个仪器 所有我们家人都亲自目睹了 N个警察到我们家去查去 往保险会的一推 啊 保险会门开了 把东西拿走 趴给你追回去 恢复原样 密码原样 连个指纹都不留 第二个就是 大家现在都可以花钱买的啊 就是两万美元最好的 便宜的几千美金 随时可以买 就是往保险会上一照 里边所有东西都看得见 想拿就开门 不想拿拉倒 太容易了 在香港有多少人形成罪呢 罪起码十个 每天就是开保险柜 每天开你家门 这个房子任何门 他们只要我门上一放 只要输进去一推 趴马全部自动开 然后离开的时候放上去 门自动回合原位 全世界任何钥匙 包括银行的所谓的银行的保险柜 所以我放在香港 汇丰银行 还有在一个国外银行里边的 保险箱的DVD视频 录像资料 就被人家的办法拿走了 香港人民 你们家里边的门 你们家里的保险柜 谁想 他们想拿三分钟 你都不知道 而且他们为你制造一个假象 有人翻墙偷东西了 就把你家资料给拿走 所以香港的同胞们 你们不知道有多恐惧 未来这些事情都被证实以后 香港同胞们就会无法想象 这是为什么我说 车峰先生 他的家 他的钱 他的电脑 他的这是谁办的 是不是香港警察办的 香港警察没办是谁办的 他的家人都存在的 他本人也在的 跟车峰先生 所有在香港当事人被问询 被问话 被调查 都在香港进行的 是大陆警察来的 不是你香港警察 你们不知道吗 车峰先生被害得太惨了 他们家人被害得太惨了 岳母过世 老岳父现在也病得一大狐独 妻子被吓得半死 小儿子现在 那么小的孩子 也吓成了忧郁症 太恐怖了 所以说 现在香港 如果大家不站出来的话 香港将成为没落之港 成为臭港 将成为卖港贼之港 那么今天呢 我就展览说那么多 我呼吁一下 本来我今天还要回复一下 关于我们公司 原来林强先生 林强先生 是原来公安部 一局常务局长 没有局长 是当时陶四局部长的时候 最亲信 最亲信 第一亲信 那么相当于今天的孙立军副部长 孙立军局长 他是一局局长 所有公安部部长信任的人 他的秘书都当一局局长 一局是管海外调查局 海外所谓情报局 港澳台黑白两道被他管的 和港澳台的商人 包括海外调查派遣 这都是领导的私人的领地 公安部一局 那就是半个公安部 当时林强先生 是一局的常务局长 美局长 跟陶四局部长是绝对最最亲近的 他的哥哥叫林蒂 是安全部的 原来五局局长 十二局局长 也是我的好朋友 俩人都是过去老革命 父亲母亲全是老革命 红居 原来情报头子 李克农部下 这个父亲是在监狱里边 用塑料把自己勒死的 这是有名的故事 是周恩来同志 亲自把林强林蒂接出来 然后又安排了安全部和公安部的情报工作 这是中国的情报界的两个大人物 后来林强先生 因为公安部换领导了 他没地方去 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家人 向把他推荐给我 这是二十年前认识我 然后让他到我公司工作 但是林强先生得罪了现在常委里边的一个重要人士 过去由于知道常委的嫖姬 包养情妇 师生子 还有弄钱的故事 林强先生在2015年 3月份啊 不记不清哪一天了 在我公司盘古大哥门口 我们都有录像了 被一帮人 从后面冲上去 劈了啪啪打了一顿 摁在车上押走了 这个录像我看来有一二十遍了 就是公安部当年 部长一人之下 林强先生 爸爸为国家 在死在监狱的 是毛主席李克农出关注的人物 周恩来感觉欠那个林家的人 兄弟俩都为国家奉献一切的人 最后落得如此之下场 被这些盗国贼们 以莫须有的罪名啊 现在什么罪名被里边关了两三年了 他本来体重是就大概四十几公斤 现在听说瘦了已经劈爆骨头了 估计也就三十几公斤了听说 在大连秘密关押 是为什么林强先生曾经为我 在一个融资1.5亿当中 在我们如实还了人家本金 又还了人家利息大概两个多亿吧 人家感谢林强先生 给了他一百万人民币 而且这一百万人民币呢 林强先生还给我说了 我说你收了吧 他交公司问你收了吧 就以非公务人员受贿罪 被抓了 你说这个司法制度 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 这盗国贼民有多夸张 以贪反贪呢 以贪清除自己的敌人呢 如果十九大这样的人还在十九大当常委 继续管理这国家的盗国贼民 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习主席将极度危险 这些人是绝对要把习主席想办法给除掉的 他看不得他这个真正的反腐 习主席是真反腐 他为啥不反腐 他不反腐他能有什么未来啊 他这个国家现在说他是总书记 他是国家主题 但这些人在骗他 打着反腐的民意 现在干了个人的事 林强先生是个最明显的例子 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呼吁 所有关于我们盘古的案子 包括林强先生的案子 还有很多案子 应该成立特别调查效果 调查事实和真相 林强先生我们俩八年没说话了 因为林强先生 关于他刘志华的案子上 当时我说这是李洁强 我自己来 因为他的哥哥 跟马建副部长在安全部是对手 仇敌 所以如果因为这个 我选择了马建副部长 就没有和林强先生和他哥哥过多来往 所以我们八年没说话了 但是他被抓以后 基本上人快崩溃了 家里人她的嫂子得了癌症 就林强的夫人 是原司法部长蔡畅的 蔡成的女儿 得了癌症 那也是案件部成员 林强先生得了脑癌 然后呢这个 林强先生的女儿小小 从英国读书回去以后 也精神快崩溃 林强先生的夫人 第二个夫人 这也是非常 也是公安部的 原来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士 你听说也白了头发 也快半崩溃 这就是二百多万的公安人员 你们要知道的事情 林强先生 林强先生 爸爸为了这个组织死 这个全家都是干公安 干安全的 现在是死的死 亡的亡 半死的半死 无一人健康 就一件事 一百万人民币 所谓的非公公如人员 人员行贿 灾难 但是盗国贼们 随随便便 就一万亿人民币 从银行拿走了 那海航 从海外 那现在大肆的炼钱 骗钱 洗钱 一个小时 七八七 就六万美元 林强先生一百万人民币 不过他飞几个小时呢 但林强先生的爸爸的命 林强哥哥和林强先生一生 奉下了这个国家 他的妻子奉下了国家 他的岳父奉下了国家 最后落得如此之下场 还要以法律的名誉 以国家的名誉 以人民的名誉 宣喊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依法治国 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二百万警察 千万记录 所有这些人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明天 如果我们不计呼吁依法治国 香港人 所有记录 你们看得到的铜锣湾 就是你们的明天 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冷静地呼吁 以法治国 推动以法治国 当然了 以法治国没有相配合的民主和自由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以法治国 这是一个文明社会 基本基本的基础 这叫人会吃饭 不会吃屎一样的基本逻辑 在香港 在中国 无数个黄烟的销售 无数个的黄处长 潘处长 在那块给运作了 我们的潘石屹先生 潘石屹处长 再说 黄烟女士 规划为主任 在她的办公室门口 等了她半个小时 我的天哪 我从来没听说 我官员等潘石屹 等半小时 你说等潘石屹 那就说明你潘石屹 太有政治实力了 他为啥等你半小时 中国行政法律 规定哪个官员 到一个地产商等半小时 那时候爱上你的钱了 或者爱上你这个人了 潘石屹先生 你能不能交代交代 他为啥要到你半小时 等你半小时 是你的市政府的哥们儿 中纪委的股东 让他害怕 还是你带时的股东 让他害怕 还是要求你帮他收升官 而且你说 你从来没跟刘志华见过面 刘志华副事长 潘石屹先生 未来让全部推友给你收拾 看看你有没有跟刘志华先生见过面 更夸张的事情 你竟然说什么 说这个黄烟先生 但是多么的连结 纯洁的少女 国家公共园里边儿 从开始过去三十年 不允许家属做生意 更不允许家属 跟自己的管理的范围有关系的生意 他先生做房地产 他是北京徽北主任 你瞪着眼睛说瞎话呀 你把北京中国老百姓 真当成猪狗了 黄烟与师的老公在北京做地产 无人不知 他老公开发的地产商是上千万平方米 一平方米赚一万块钱 是多少啊 百亿啊 你竟然去说黄烟女士 那个纯洁的小手 这个吃了你一顿肉菜 还是后加上去的 等了你半小时 这是何等的逻辑 问问全北京的地产商和北京的商人 谁见过官员到自己半小时等过半小时 只有一个人 就是黎友和胡叔叔女士造谣说 张悦在我门口等半小时 我要有一次在黎友面前给张悦打个电话 让张悦来过 我郭桂不得好死 结果现在你又是用同样的逻辑 黄烟女士到你门口等了你半小时 她为啥等你半小时 你给她钱 你给她官 你给她后台 而且你既然跟黄烟女士就见过一面又不熟 你何以证明黄烟女士就是纯洁的 廉洁的 黄烟女士的老公跟你那么熟 你经常吃饭 在马会里面买单 国际俱乐部日餐厅 日餐厅啊 你最爱这个地方买单 你就跟她不熟 我再告诉你 还在哪见过你潘十一 昨天 我儿子告诉我一句话 我才想起来 2012年 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在VIP厅 我们在其中的二号桌 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你跟你老婆跨着包 过来给我打招 我扭着走了 伸出手迷给你握手 有这么回事 我就看不上你 就不跟你握手 还有北京一老板过来握手 就不答应你 想想是个事儿吧 还在哪家公司 还去过我公司 在楼下 还什么只看到厨房 你这么一进门 进门厨房干什么去啊 你瞪着眼说瞎话呀 潘十一下人 你把真的是 你看你在那个公交车上 什么反片玩2.5 我简单我推出发给我看看 什么你跟那个地行小鞋 人家女孩吵架 然后你知道不知道潘十一 什么你自己的学问 老上电视台 还连你的粉丝 一千二百万 一千八百万粉丝 转发你的最有三百人 不超过一千人 关注你的那几个人 粉丝都是买的 都是假的 银河 和SOHO 百十几的容积力 是神奇的 黄烟批的 我最后一次呼吁 潘十一先生 和黄烟女士 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说话算话 把我所有的开发的项目的 所有的批文 还有潘十一的批文 赛给大家 这是最重要的 你要不赛 你就是骗子 我不赛 我就骗子 我就是犯罪分子 我也不赛 还有求求你们 一定在美国告我 你要不告我 潘十一先生 我这是跟你 永远不拉倒 潘十一先生 潘处长 黄烟女士 黄处长 今天 我就回答 网友的事情这么多 因为我马上就要开会了 这个 希望崔友们今天 一定大家记住 文贵说话 要冷静 要冷静 香港的朋友们 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来日方长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大家